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在现代科技发展的今天,许多的物理学家为了让我们认识世界,利用世界,改造世界,做出巨大的努力。 他们用自己成人难以达到的思维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基础,然而在他们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的高科技。 往往许多事情都是猜测出来的,所以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霍金,他们不仅是物理学家还是预言家。 虽然他们的一些预言在日后,有的被证实,有的并不像预言的那样,但是他们的提醒还是有必要的。 霍金在科学界的地位很高,他虽然一直在伦理上,但是依然为科学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。 他在临终时也有几个预言,其中最近的一次会在七年以后发生。 他预言,在2026年的时候,人类会集体搬离地球,到月球上生活,因为地球将迎来一次灾难,人类必须向外太空转移。 在2046年,人类会因为避免互相残杀而是火星生活,因为地球会因为全球变暖或是精英等原因,不再适合人类生存。 霍金还预测到,宇宙中确有外星人的存在,而且其文明水平远超地球。 他曾告诫人类,不要主动与外星人联系,如果外星人知道有人类的生存,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。 霍金还说,在未来的一百年内,人类将有可能会因科技的发展,改良出新的人类,这样的情况会对现有的人类造成危险。 虽然霍金是伟大的物理学家,但是预言毕竟都是猜测,而且科学技术也在不断进步。 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,人类也会用时间来证明这些预言的真伪。 网友们,你们说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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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